狗狗身上长包 狗狗身上长包 狗狗身上长包的话 在临床中可以分这么几个情况 首先是皮肤病 最常见的就是皮肤病 另外一种就是肿瘤 还有一种就是像积层宠类的 先从皮肤病来说的话 皮肤病最常见的就像一些 我们说的浓皮症 或者是满虫感染 或者是这种体外昆虫 引起的这个积层虫导致的 皮下的感染 或者是形成的浓包 另外就是像肿瘤 我们说的像皮肤肿瘤 或者是脂肪瘤 或者是柴花瘤 它都会出现在常见的皮肤上面 所以说要看它长包的 比如说外形 另外就是软硬 另外就是破坏的程度 还有就是结合这个狗狗的年龄 还有就是外观 来综合判断它这个是哪一种情况 小贴士 狗狗身上长包 可能是最常见的浓皮症 肤肿瘤类的脂肪瘤或是菜花瘤 还有就是寄生虫 引起的浓包现象 比如满虫感染 判断长包的性质 要从包的外形 软硬 破坏程度 以及狗狗的年龄 来综合判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